因為想問一下你怎麼看這個 昨天馬總統在喊說就是要全民調 那其實好像黨內有蠻多小雞都在謝謝馬總統的 讓這個藍白河好像出現曙光甚至有進度 你怎麼看 我昨天第一時間是有一點錯愕啦 因為作為區立委的候選人 就是對於任何選戰的一些策略 那我事先不知道 所以我第一時間也不知道怎麼表態 那昨天當下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剛好跟侯市長在一場造勢活動 那他感覺好像第一時間也不太知道這個狀況 我想如果說現在進入政黨協商的狀況 那馬總統的意見 我相信朱主席當然也會非常重視 但是未來至於採用什麼狀況 我想除了兩個政黨都要能接受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兩個政黨的支持者都要能接受 對 那您聽到基層方面的聲音是怎麼樣 我覺得昨天因為馬總統拋出來的想法 當然有黨內有一些公職人員是響應的 可是因為拋出來時間還很短 那基層的聲音還就是正反兩種都有 那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去發酵 也有很多人還在問說 那全民調是全市化呢 還是會夾著手機 那全民調的這個是幾家做 然後什麼時候做 因為都快要登記了嘛 所以我想全民調是很簡單的三個字 可是怎麼做的做法 我覺得很多支持者其實還搞不太清楚 而且因為前一陣子有一些氛圍 現在可能是不是連藍白和這個氣氛 很多支持者都已經打一個問號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黨中央決定了 我們一定全力去說服支持者 那議員現在是不是基層的小金 也蠻希望柯文哲來站台的 是不是覺得可以拉抬這個聲勢 我覺得第一個如果藍白有合作 第二個這個合作的氛圍是非常友善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彼此互相的站台 對於區立委的選情當然有加分 所以一定要基於這兩個前提底下 我們也非常樂意去幫民眾黨的 立委候選人站台 譬如說像蔡壁如委員也一直邀請我們過去 那我們很多區立委也當然會邀請這個柯市長 可是我們一直強調說希望是 藍白總統有合作的狀況底下 而且整個合作的氛圍是非常善意 而且很快樂的 對 因為想問一下 那你覺得全民調對於這個抓住中間選民 是不是有幫助的 因為好像有其他選區的人 有發現說他們這一段時間 因為國民黨好像一直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國民黨 其實德國市就是全民調 民眾不太清楚啦 所以他們有發現說他們好像的支持度 好像有流失一些中間選票 那如果今天大家都把全民調打開天窗說亮的話 是不是有助於抓住中間選票 其實如果我是公務員 我非常的注重看各種數據的分析 如果大家去看 因為現在有三個政黨 三個政黨的認同度加起來以後 所謂的中間選民已經變成非常非常少了 有民眾黨的 有民進黨的 有國民黨的 所以三個政黨都不認同的才叫做中間選民 因為他三個政黨他都還沒有一個屬性 這個部分已經大概低於10%以下了吧 大部分都已經有政黨認同了 所以最終選舉到最後還是會回到所謂的 爭取政黨自己的認同者 那去追求所謂的中間選民 在過去的兩黨對決的情況底下 比較重要 因為當只有兩黨的時候 中間的那一塊就很重要 可是當有三個政黨的時候 其實中間選民已經所剩無幾了啦 所以我覺得最終還是回歸到各自 就是去爭取自己政黨認同 我覺得會比較實際一點 對 因為現在藍白卡官感覺就是卡在 就是任何一方當副手的話會一切皆空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組成所謂的聯合政府 就是副手也可以來兼任隔魁 這樣是不是更有機會來看 副手兼任隔魁是憲法要修憲的問題 因為過去曾經有過副手兼任隔魁 那結果有去釋憲嘛 然後後來四縣的結果是不適合嘛 那這個涉及到修憲的程度是有一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未來如果是兩個政黨的合作 那在部會方面副總統可以督導一些部會 然後這個部分就跟憲法層次是可以容許的 就是有一些部會總統可以授權由副總統去督導管理 那這個方案可以 就像是我們在市政府的時候 市長會說哪一些部會哪一些局處由李四川副市長去直接去督導 那如果用這樣分工的話 就不會是虛位副總統的方式 那兩個政黨來合作的時候 各自的支持者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黨主席有得到一個發揮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只要兩個政黨存著以台灣為重的這個出發點 怎麼分工 台灣的問題解決不完的 事情也是做不完的 如果不要只放在所謂的位置上面 我相信大家都有發揮的空間 對 我覺得沒有誰是破壞藍白盒的罪人 因為藍跟白民眾黨跟國民黨是DNA完全不同的兩個政黨 這是柯市長所說的 DNA完全兩個不同的政黨要合作 本來就是一個歷史性的困難任務 能夠合作那個 那就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合作 大家善意的去競爭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樁美式 所以不要講到說歷史的罪人 因為本來就沒有一個義務 要逼兩個完全不同政黨 必須要在某一個條件底下硬逼大家一定要綁在一起 只是現在因為兩個政黨 有這種歷史責任 覺得說台灣面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 兩個政黨的領導人希望說可以藉由合作 來完成政黨輪替 可是如果對於國家的理念 對於說這個 未來台灣的一些方向 如果真的不一樣的時候 說真的你把它綁在一起 就像器官移植一樣 你知道器官移植你也要先驗過血 血型是要一樣是不互相排斥的 否則你硬要把它移植在一起 最後還是會排斥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講到說誰是歷史罪人 我們一直在促成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促成不了的話 那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 誰造成的一個錯誤 它不是一個錯誤 因為它就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政黨 然後再進行一個歷史性的任務跟挑戰 對 議員那你剛剛有特別說 中間選民變得蠻少的 那你覺得全民調 是不是要來做政黨支持度的這個調查 才是最好的 就是像依據黨中央現在做的這個方法 我當然覺得政黨認同度 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政黨認同度 其實是跟候選人有一定的正相關 如果未來真的要採取全民調的方式的話 我只能呼籲所有認同國民黨的支持者 守電話 守手機 那我們一起來決定這件事情 對 高先生另外想請教 關於小英總統 今天早上在補選的時候 竟然說這個台灣沒有一黨補大 是人民最大 然後甚至他還講說 他一直講說馬英九的時候 民主還不是很成熟 到他這任的時候是最近完美的民主 你怎麼看蔡總這一眼 笑話吧 我覺得蔡英文如果說現在的狀況是民主完美的時候的話 賴清德的支持度就不會只剩下三成多 大家如果去翻開歷史來看的話 賴清德現在三成五的支持度 就是倒退回民進黨兩千年的支持度 所以等於民進黨這二十幾年來都是白費了 二十幾年來強調台灣價值 強調本土價值 到最後只是倒退回最初的民進黨的基本盤 所以你們所做的一切 並沒有讓多餘的 爭取到多餘的台灣認同 人民最大沒有錯 人民已經給你們打成績了 賴清德跟民進黨的成績就是三十五分 謝謝 謝謝議員 因為他沒說不要臉 對啊 你們這些不選的人那麼愛講話 那麼愛不光下來選啊 對不對選了你就會每天講話 不選都躲在後面 你們講一些話 我們這些要選的人就要被支持的主委 那個人怎麼這樣說 這些不選的人真的是很機車耶 國民黨裡面的戰狼小弟弟們 跟這個民眾黨裡面的戰狼小姐姐們 如果你們真的那麼愛戰的話 就出來跟民進黨對戰喔 尤其是我一直認為 不要沒有選舉的人 可不可以少講話一點 你們罵得很開心 可是我們這些要選的人 就會一直幫你們擦屁股 你們互相罵兩句 我們到基層去遇到很多支持者 支持者情緒就被你們挑動了 真的喔 你們只要面對麥克風講話 但是我們要面對很多選民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或民眾黨也好 我覺得堆疊善意 先從你們的嘴巴做起 我也會回去跟我們國民黨的 那一些戰狼小弟弟們 可不可以少講話 那當然我也希望科主席跟 民眾黨的戰狼小姐姐們 也講一下 少講兩句不會怎麼樣的 那可是柯文哲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 他也是認為德國是在台灣 沒有進行過 也就是他認為這個政黨的支持度的 這個民調好像他還是沒有要接受 但是他認為嘛 總統的方式是可行的 那柯市長就要去思考政黨的能力 所以民進黨在1月13日的時候 也會請全朝而出 把他們政黨的能力發揮到極致 動員出來投票 那這個就是很客觀的事實 也是存在的事實 所以當然要全面納入考慮 不過兩黨的主席 我想還是會繼續談 謝謝 謝謝 主要的話是想要在最後 就是那裡怎麼看 現在有人在這裡說 因為像藍白河我也談不成 就是因為大家擔心說 當副手的話會一切皆空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組成 所謂的聯合政府 那就是讓副手呢 也能堅任隔魁 你相信這樣 沒有所謂擔任副手 就一切皆空 因為一切是為人民嘛 對不對 把個人的權位擺在最後 那能夠政黨輪替擺在前面 我想這個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抱歉 那海上請教你 跟蔡總統 今天去幫立委站台的時候 他之前說 這個台灣的一黨大勢人民最大 然後甚至還說 他的上任總統一直在聽馬英子 說他當他實證的時候 民主能夠完美 但到他這一任的時候 民主接近完美 我想蔡總統 可能認知有點錯誤 讓他到中南部來走走吧 沒有人民最大 而是人民現在苦難最大 那你之前就是說 永遠有一個說法 認為的說法 總統會拋出這個面子 就是說正來自您接受科 我想在昨天到今天 我們在所有各地方 聽到的電話 目前不是像尤老師講的這樣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嘗嘗嘗嘗嘗嘗嘗 初心叫名